大家好,有一种情况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叫做忍 而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 把想法表露,是本能 把想法忍住,是本事 所谓的本事就是看到朋友用新电话 但是知道自己很穷 所以忍住,不买 朋友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但是不要伤感情 所以忍住,不骂 看到别人成绩好,自己经历了也没怎么好 所以忍住,不埋怨 看到别人赚很多钱 但是自己没那个本事,所以忍住 不难受 看到别人有女朋友,但是自己找不到 所以忍住,不想哭 这样忍着忍着,怎样都会有一点辛苦 不然就不叫忍 所以经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怎样解脱这种辛苦 要解脱,只需要懂得看破 对,就是看破红尘的看破 而看破的精神就在于这八个字 其实不用 或者可以 电话其实不一定要用新的 或者可以等旧的坏的才买 过分的朋友可以不用深交 或者可以考虑选择性格相近的朋友 成绩不用太好 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 或者可以利用自己其他长处 来证明自己不是一无是处 钱 其实不用拿命来赚 够用就可以过日子 或者可以换一换方式来赚 可能可以事半功倍 年纪到了 其实不一定要有女朋友 或者可以等缘分来了 才好好守护 所以当你学会这样子造句的时候 就代表你已经懂得放下 或者已经看到其他出路 不开心的事情 不一定要用忍耐来面对 事情的发生 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想法才会 所以你们看破了吗 谢谢你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